創立了55年的香港老牌报纸《明报》 突然将刚升任两年的总编辑刘靖图换掉 传由一个马来西亚人空降接任 事件引起香港各方忧虑 担心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损害 对于《明报》突然换总编 前政务司司长陈芳安生对事件表示高度忧虑 尤其是以前从来没试过 是会封锅一个不是香港的本地人 所以那些员工都是非常之担心 将来那个编辑方面是否会有大改变呢 事实上这几年我觉得传媒都是有种种政策 就是受到很多制造 这个对我们维持传媒的自由等等 编辑的自由都是值得我们关注 香港记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表示关注 明报员工星期二在Facebook成立关注组专业 希望捍卫明报新闻自由 下午并在明报大楼外读出联署声明及员工新声 香港传媒分析明报换总编可能和明报最近高度报道香港电视风波有关 但也有分析认为事件涉及北京高层内斗 明报从支持江派转向支持习近平或遭江派报复 明报公信力不断下降 近日又极多名著名艺人向大纪元报纸祝贺新年仪式大造文章 为中共站台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